针对偏远地区以及需求量多的乡镇 南投新政府自7月1号起 与草屯、国姓、姓义、竹山、陆谷、中寮等六个乡镇公所合作 提供辅具据点的服务 另外针对重度身心障碍者或是重度失能脑人 更可评估提供到宅的服务 方便民众需求加会更多乡亲 县府市劳处表示 南投县总人口数49万5546人 其中65岁以上老人达到86508人 占总人口数17.46% 为了提供市企本县 零有顺心障碍证明至顺心障碍者 以及长期照顾服务至失能老人 或经或评估却有需要的一般民众有关服务展示 服务维修、服务咨询、服务评估 服务推广、服务回收以及服务借用等服务 特别设立南投县第一服务资源中心 以及第二服务资源中心 而为了有效推展 与协助本县民众 使用服务之便利性以及福利照顾 县府与草屯、国姓、民间、吉吉、渔池、水里、仁海等六个乡村市 提供定时定点之服务租界 评估与维修服务 针对重度身心障碍者或是重度失能老人 更可评估提供稻载服务以加回献名 我们今年度从7月1号开始 为了提升更便利的服务 我们在草屯、国姓、竹山、陆谷、中寮以及信义 跟这几个公所来合作 来设置长照的服务据点 能够提供包括辅具的一个咨询、辅具的评估、辅具的维修 跟辅具的一个租借等服务 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据点的一个拓点 能够提供民众有更便敏的一个需求 如果说重度的身心障碍者或是严重的失能老人的部分 都可以申请我们辅具支援中心的贾类评估人员 能够到载来提供服务 在这边也要特别来呼吁包括我们身心障碍者或是失能的长辈们 如果说有辅具的需求都可以驾我们辅具支援中心 或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到以上几个公所 能够接驾便能够提供更便敏 更符合你们需求的一个服务 辅具中心也有专业评估人员 提供定时定点之类辅具住届 评估与维修服务 此外针对重度身心障碍者或是重度失能老人 更可评估提供到载服务以价惠宣明 辅具中心有提供咨询维修租借还有评估的服务 那我们针对评估的部分呢 我们会先依照个案他的个人需求 还有他身心状况来做一个整个个人化的评估 那评估完之后会给予他一些相对应的辅具的建议 一般民众如果有辅具需求的话 他可以透过我们辅具中心来去做咨询的一些步骤 那像如果他要申请政府的补助的话呢 他是长照的部分他是有年满65岁以上的失能长者 那或是身心障碍者部分年龄的身心障碍者 那还有像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这一些民众 还有说那如果说不在补助范围内也想了解的话 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评估给予他一些在自费上购买的一些建议 再来是租借的部分我们也都是会有提供短期 像可能三到六个月这个部分的租借 那租借我们都会有收费用 那维修的部分如果你本身就拥有一些个人自费买的轮椅啊 或是一些拐杖等等的 那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做维修的询问这样子 不只有限定说政府补助的辅具才有提供维修服务 在县长黎明珍的带领之下 未来县府仍将努力建构完整制度 提高服务能量以及提升照顾服务品质 以满足本县老人以及身心障碍者需求 并配合中央扶去资源政策推动 让民众对于本县扶去资源服务 能够正正找得到 看得到 用得到 记者蔡淑琪 南投采访报导